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這次的狗冰小米Game 相信大家在前一個月內都看過或是玩過 湯姆克蘭西全境封鎖2的封測跟開放測試 那究竟這一代的全境封鎖到底值不值得買呢? 對一代的玩家來說 這次的伺服器與遊戲畫質上其實並沒有太大的進步 或許是因為測試的關係 也或是這代並不如一代來的風靡 倒是在開放測試時 並沒有像一代全部的人擠在大廳等著刷電腦 啟動新手教學那樣的擁擠 雖然在遊戲內容上 有比一代還來的內容更加豐富 而相對每個主線或是支線的關卡 也隨著等級提升難度有所增加 也同時減少了很多像是一代任務的背景或是空間地形 那樣的複製貼上 但是以一款遊戲故事為主的射擊遊戲來說 部分的射擊相對來的耗時 逼得玩家都習慣帶著大機槍或是子彈數較高的槍支來進行掃蕩 反倒是成了一種紓壓線份的遊戲罷了 所以目前的我還處在觀望的狀態 畢竟這代有出衝突戰等像是過往暗區般的PVP連線區域 但是因為還沒正式上線的關係 所以並不確定之後的外掛毒瘤 會不會像一代那般如此的猖狂 也不確定UBI這次有沒有所謂相對的對應措施 在結束前 這邊也為各位附上一段遊戲實況的小結 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比較個人觀點一點 雖然說內容增加了 那有些部分的難度也稍微提升了很多 可是主要在伺服器跟連線上可能還有一些需要進步的空間 那遊戲的畫質其實跟一代是差不多的 然後內容跟之前的那種複製貼上 在這一代的狀況下已經相對減少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你還是喜歡玩這款射擊遊戲 然後你發現比較吃技巧 就是像這樣翻滾走位這種東西的話 你還是可以選擇全境封鎖2 全境封鎖2它這款有比一代還要來的進步 可是又利用了四年的時間來做這樣子的 更新我們都覺得有點太少了 可能會給有玩過一代的人會覺得有點小小失望 那相信可以提供給完全沒接觸的人一個不一樣的體驗 那以上就是我對全境封鎖2這一次的小結 那之後會再做更詳細的解說 OK 那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留言告訴我你對這代全境封鎖的看法 這裡是狗兵的下面game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以上電話題觀看 中間 heard